8月27日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香港科技创作教育联盟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共同举办新闻发布会 介绍9月3日时代精神药香将之仰望星空化天空天地对话的活动详情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黄英豪在会上表示 希望香港市民从此次活动中认识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 增强对国家对香港发展的信心 正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三位航天员 聂海胜、刘百明和汤鸿波将会抽出宝贵的时间 与香港的青少年进行实时天地对话 还会带领香港市民参观天宫的天和核心仓 回答市民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中国航天的专家和香港青少年进行实时连线交流 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副主席周文港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此次活动的问题征集反应踊跃 香港青少年充满期待 许多提问都充满趣味 也表达出对航天员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关心与祝福 周文港还表示 此次天地对话活动机会难得 希望活动可以进一步培养香港青少年对于科技科研的兴趣 激励他们勇于探索 大家都知道我们全世界没有几多国家可以有这样的航天技术 我们中国已经是去到一种世界前列的位置 我们都希望刺激我们年轻人 能够对于整个科研 以至到在月球的科学里面 有更加多的一些探索兴趣 所以我们就举行今次的活动 据悉 时代精神药相将只仰望星空化天空天地对话活动 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 香港在出发大联盟 香港科技创作教育联盟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承办 香港市民可以通过承办机构的网络平台和多个香港媒体平台 收看9月3日的对话情况